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字幕提供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 您好 我是陳英傑 現時最熱門的新聞 當然仍然是烏克蘭為主 但美國國內的新聞 上星期有一宗新聞 可以說是華府政界最熱門的話題 各位如果有看漏這宗新聞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而且我認為算是很震撼 因為這涉及到美國司法界聯邦最高大法院 他的崇高地位和獨立性 因為這宗新聞正受到質疑 這個聯邦大法官 Karen Thomas 湯瑪斯 一向都是以保守為出名 問題就不在這裡 而是最近傳媒 華盛頓郵報和CBS新聞 報導 湯瑪斯的太太 Virginia Thomas 原來在去年1月6日 報導襲擊國會大樓事件裡 他發了許多個電誘 被當時特朗普幕僚長 Mark Meadows 積極要求他盡一切方法 推翻大選結果 已經曝光的有29個電誘 可能還有其他就不知 這當然是他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 問題的焦點就不在這裡 而是他的丈夫 即是唐馬士大法官 並沒有迴避任何在1月6日事件的任何裁判 毫無疑問 這當然是構成利益衝突的 沒多久之前 國會1月6日調查委員會 要求特朗普提交 他在國會大樓被襲事件當日 所有往來文件 電郵、電話紀錄等等 特朗普以示就入稟法庭阻止 這個上訴去到最高法庭 因為特朗普委任了幾個保守的大法官 所以保守派佔大多數 裁決就幫不了特朗普 他們幾乎是一致拒絕特朗普的上訴 只有一票反對 這一票就是唐馬斯的一票 即是唐馬斯支持特朗普 不公開他的記錄 也就是認同特朗普那些黑箱作業的手法 當時作出這個裁決的時候 他太太的電郵還未曝光 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唐馬斯究竟是否知道 他的配偶是扮演這些不尋常的角色呢? 這不僅僅是利益衝突的問題 而他太太的電郵是積極介入白宮的運作 利用他的特殊身份 企圖推翻一個公平和合法的選舉 唐馬斯夫人以前在一些訪問裡曾經說過 他說他和他先生做的事 大家各自為政互不干預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 唐馬斯大法官是不知道他太太發這些電郵 很坦白說 夫婦關係有時的確是很複雜的 我相信有些聽眾都是過來人 正所謂盡在不言中 唐馬斯大法官 是有可能不知道他太太在做什麼 但這個可能我認為是很微的 雖然我們也沒有證據 這些大法官 沒有人會質疑他們的誠信、獨立和智慧 他們每一個裁決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他 但也沒有人可以推翻 美國總統也不可以過問 這個最高法院是演繹憲法 是美國人引以為榮的 他們是終身制、是至上權威 他們的配偶的言行也是很敏感的 所以歷史以來他們都是很低調的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 這些配偶應該屬於無名事那一類人 越少新聞越好 這位唐馬斯夫人 就是特朗普所指的華府的特權階級 WASHINGTON ELITE 特朗普一向針對他們 說他們是與群眾脫折 當然如果他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們便會變成愛國者 其實唐馬斯夫人 他一向都不是採取低調的人物 自從1980年代末期 他在保守的政治圈子裡 一向都是很活躍的 亦都是一些偏保守的智庫組織 發表過軟說 近年來他一向都很支持特朗普 但我們想不到原來他是100%支持推翻上次總統大選 在這些電郵裡 他說拜登是一個分罪集團 他說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 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偷竊 他說這些選票鵝騙 拜登是一個同謀者之一 他說我們應該拉他去軍事法庭受審 他在這些電郵裡 亦要求莫寮長盡具所能 令特朗普留任 以及要向副總統彭斯施壓 否則美國人的自由便會終結 這個唐馬斯夫人的電郵曝光之後 已經成為兩黨鬥爭的一個焦點 眾議院議長民主黨普洛西 他說 湯馬斯夫人參與一個政變而引以為榮 共和黨的參議院議長麥康尼 就說民主黨玩政治 民主黨裡偏左的議員 的確是要求唐馬斯大法官辭職 甚至要彈劾他 民主黨本身的大佬也知道這些是不值實際 彈劾一個聯邦最高法庭的大法官 和彈劾總統的過程是一樣的 在眾議院只要簡單的大多數通過 但去到參議院就要三分二 特朗普兩次被彈劾都不成功 眾議院通過了 因為民主黨控制 但去到參議院根本沒有三分二的票數 美國歷史上只有一個大法官曾被彈劾過 但後來也裁定是沒有罪 有一個屬於軍和派的共和黨老將組成的 林肯項目 Linked Project 上星期立即做了一個社交傳媒的廣告 就說這個湯馬斯法官夫人 以前已經公開支持叛亂 事長直接播放他以前曾經這樣說 他說這個浪潮即將來臨 事長結尾時說 湯馬斯應該立即迴避這些案件 因為他是宣誓效忠憲法 不是他太太 事實上 在現時這個階段 有無數訴訟 在環繞至1月6日的事件 其中有很多案件 很可能會去到最高法院 以前也試過有一個案件 涉及他的小朋友的學校 湯馬斯也沒有介入裁判 這單新聞曝光之後 已經超過10天 湯馬斯大法官還未表態 現時傳媒對湯馬斯的炮轟式報道 令他面對很大的壓力 其實也將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John Roberts放上桌 因為他是負責這個法庭的行政 他是有責任確保這個最高法庭 是遵守適用法庭的守則 要維護法庭的獨立和尊嚴 他必須確保這個最高法院 不單是沒有利益衝突 而且是不涉及政治的 整個華夫都期望他會發表聲明 他不說話才是奇怪 現時已有22位國會議員 要求首席法官和湯馬斯發表聲明 要求澄清這些利益衝突的問題 這亦涉及到司法制度的完整 問題是因為最高法院是沒有人監管的 理論上是有條例的 但是誰去執行呢 一向以來最高法院是自我監管的 因為有條例他們要申報任何利益 根據以前的紀錄 亦曾經有過大法官的配偶 亦有涉及官司的交割 例如金斯伯已經過身 那位自由派大法官 她的先生是稅務律師 她的女兒亦活躍於政治 但絕對不像湯馬斯夫人 直接介入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決策 還要推翻大選結果 這國會的1月6日調查委員會 準備要求湯馬斯夫人作證 現時我們所知的只有29個電郵 有沒有涉及其他電郵 和極危險的右派組織聯絡呢? 例如民兵團體 或白人至上的組織 試想一下一個聯邦大法官夫人 和極端組織勾結 這是一個嚴重問題 根據紀錄 她在1月6日的確有參加 定止偷竊的集會 但就說 報導中入國會大樓之後 她就已經離開了 我看到一個網民 有一個很幽默的建議 如果你不用電郵 即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